配合防止疫情扩散 台北市产业局因应政府加强防疫措施 目前确定关渡自然公园室内场馆 北投区泉源公园泡脚池园区 硫磺谷温泉泡脚池园区 复兴公园温泉泡脚池园区皆暂停开放 产业局新创基地需全程佩戴口罩量测体温 限制公共场域开放时间 并落实入管十年制 并施停办事外500人 室内100人以上的活动 包含我们建国假日花市 建国假日浴室 那也包含我们三个泡脚池 在北投区的泉源硫磺谷跟湖心公园 以及我们两个茶推中心 包含南港的茶叶制造所 跟铁观音的木栅的退航中心 还有我们在花博的农民市集 我们都从明天开始会暂停开放 那也呼吁市民这些比较常去的地方 那么就等到6月8号之前 我们是会暂停停止的 那当然大家最关心的是我们夜市市场 那商圈 那因为这是比较开放性的场所 我们会希望大家都能来全程佩戴口罩 也会来做接下来宣导 那所有相关的饮食团 也都会用黄益隔板 那出处口都设置酒精来消消... 麻烦大家来做消毒 那么另外我们四大公司 包含农产鱼产推产花卉 还有花木公司呢 都会来要求来戴口罩量测体温 那这个大概是涉及到 我们一般市民可能会去的场所 也都拜托所有市民可以来配合 对我们还是呼吁市民 尽量避免这个是边走边吃 那当然在这个状况 有些时候也鼓励是用外带的方式 那来尽量减少这个接触的行为发生 另外台北市的各百货业者 商场卖场商圈组织及十大行业业者 要求配合防疫政策相关规定 如人员全程佩戴口罩请洗手 场馆放置干洗手艺 落实环境消毒舍交距离 并强制要求民众进入八大类场所 应全程佩戴口罩 且特别派源至电子游戏场 及电话告知网咖业者加强防疫宣导 期盼及时控管疫情不再扩大 记者温郡台北报道